寿风乡长补选由前乡长珍熟宇的夫婿刘耀宗当选 27号上午举行的就职典礼 新任乡长刘耀宗他感谢寿风乡亲的信任和支持 为了他们夫妻俩会更努力做好乡镇建设各项工作 回报乡亲的支持 寿风乡新任乡长就职典礼27号上午举行 新任乡长刘耀宗在七十珍熟宇陪同之下步入了就职会场 刘耀宗一一向道场管理的代表、村长还有地方人士表达感谢 随后就职交接典礼准时开始 首先由花莲县巡委会副总干事尤彦林颁发当选证书 并且由花莲市政府人事处处长吴黎明担任尖交人 刘耀宗宣示就职交接一信 于事已至成 格尊国家法令 尽忠之首 报效国家 不王会公行 不滥用人员 不于事舞弊 不收受贿赂 如有誓言 便接受最严厉之处罚 警示 宣示人刘耀宗 中华民国109年4月27日 新任校长刘耀宗他深深一举功表达感谢之意 也邀请妻子曾淑于上台 刘耀宗夫妻 首先感谢受逢乡亲的信任和支持 刘耀宗表示这次选举结果 受逢乡亲传达了珍惜 善良服务的生活方式 刘耀宗他也提出未来施政重点 离坦的保护区要解编 让商店街可以就地合法 消购所将笔罩六十丹山跟四颗山的模式 整体离坦三千保护区结编就地合法 第二要活化东海岸的商机 几半日出节规划台十一线滨海公路 跳浪隧道 创造潜新多元休闲的体验 休闲活动 第三四邪村东华大学特定地区 四地重化已经通过 乡公所将成立带离窗口 对于社风乡有意设置大型养鸡场一事 刘耀宗他也澄清养鸡场的设置 并不是前乡长曾淑仪 也就是他妻子所缺结的 身属于乡长是在107年 12月25日上任 核准机场出城公文是在前一天 也就是107年12月24日签记 我们承诺会跟乡亲站在一起 守护我们的家园 最后刘耀宗和曾淑仪两人 深深鞠躬感谢乡亲 为了他们夫妻两会更努力 做好乡镇建设工作 以回报乡亲的支持 据的任务省收封箱报道